背负救援任务的SpaceX猎鹰9号载人火箭 载着美国太空人尼克哈克 以及俄罗斯太空人亚历山大哥布诺夫 顺利对接国际太空战 这也意味着受困在太空战的两名太空人 终于迎来了返回地球的曙光 星期六下午发射升空的猎鹰9号 飞行了一天之后 在星期天晚上9点半对接国际太空战 由于需要在明年2月 把滞留太空战的两名太空人 威尔默和威廉姆斯接回地球 因此SpaceX把猎鹰9号的机组人员 从原本的四位减少到两位 以便空出座位 威尔默和威廉姆斯是在今年六月 乘坐波音星际客机前往国际太空站 却因为星际客机故障 反乘风险太高而无法返回地球 原本短短八天的任务 也因此大幅度增加到八个月 在马尔默和威廉姆斯接回地球